Hello 大家好 我是妖竹 我在新西兰 今天啊 我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说呢 他现在 本来是要去南岛玩 但是呢 他现在不去了 是因为家里有一些事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哎 你现在不去了 好亏啊 为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是这样 现在呢 西西兰的奥塔狗 奥塔狗是在南岛 大家可能来过新西兰的人 应该都去过那边哈 突然间兔子泛滥了 然后呢 所以西西兰奥塔狗 南岛奥塔狗 就欢迎所有的吃货们来南岛 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邀请大家来吃货 邀请大家 邀请所有的吃货们 过来这个地方 那这个兔子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这个多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它肯定是影响了生态平衡了 多到一大早上起来 就是您先别刷牙 别洗脸 您出去看 就是凌晨天没亮的时候 就一看 成千上万只的兔子 满山遍野全都是兔子 好壮观啊 我觉得就是 摄影师应该过去倒是真的哈 这这个太壮观了 所以呢 兔子太多了的话 它就是影响了生态平衡 更加的影响了农民 他们就是去 去到了这些农民的地里 肯定也是影响 肯定是影响到了他们 是不是把他们的菜吃了呀 而且影响到了鸟类 就是之前我有没有跟大家录过一个 就是说一个鸟 在这个我们住在奥克兰的一个 算是山边缘的一个小郊区的地方吧 然后它家就是地挺大的 然后还有这种鸟 这个鸟叫TUI 叫兔异吗 我不知道怎么发音啊 然后叫起来声音很好听 当然它们起得很早 我的朋友还说 这种鸟 会把它们吵醒 有的时候它要睡懒觉的时候 就一直在外面唱歌 那么这个兔子在南岛多到了 会影响到了这种鸟 那说很长时间啊 居民已经没有听到这些鸟 在所谓的唱歌了 所以呢 他们就说 现在这个兔子在南岛 已经被视为叫害虫了 所以呢 他们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邀请吃货们 那么吃货 要说到吃货 那么咱们华人绝对的是 吃货中的一把手 所以呢 邀请大家去南岛 所以我朋友今天跟我说 他不去南岛 我觉得你亏了 那么说到那个去 叫做占这个便宜呢 还不止这一次 之前呢 还有就是鲍鱼 新西兰的那种叫啥 黑壳的黑金鲍 这么大 我之前好像在图文的那些里面 给大家分享过 这么大一个 然后呢 就可以免费随便吃 然后也是邀请说 全世界的吃货 去吃这个鲍鱼 其实在鲍鱼呀 有些网友回答的特别对 之前还有人评论就说 哎呦 新西兰人 真不把这些鲍鱼当好东西 其实也是 也是对的 就是说 他们不会把它当特别好的东西 但是他们也会自己去打捞 去吃 然后有一次 我不是在南岛玩吗 然后有一个人在打捞上来了鲍鱼 然后我觉得特惊讶 我就过去跟他攀谈了 搭讪 然后呢 他就说 就是搭讪完了 他就说 哎 鹿吧 鲍鱼都给你吧 关键我当时也不会吃 然后也是住的酒店 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就拒绝了 但这要是搁其他的情况 然后送你好几个大鲍鱼 哎呀 好爽啊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好 那么这个便宜 占完了之后呢 还可以再占占梭子蟹的便宜 之前也是好像是18年吧 就是听说这个梭子蟹呀 在新西兰也是开始翻烂了 那怎么办啊 就邀请全世界的呗 而且甚至说当时还在国内的各种 就是咱们的舍谣媒体上就发说邀请华人 中国人的吃货们 中国吃货们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感谢大家 然后就我想应该是得螃蟹 然后再自己去做去吃吧 那当然如果得好了 给我做好了 直接我去吃 我觉得更好 那这种美事应该不会有 不过我觉得在捉螃蟹啊 或者说去捡这个捉豹鱼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那这兔子怎么捉啊 我觉得是不是就需要去打猎的这种情况 才能捉得到 虽然你这满山遍野 但是可能还没那么容易能捉到 因为毕竟你得先有打猎的这种情况 因为有一年我在南岛 然后也是看到好多好多的兔子洞 别说我想逮他 我就是想给他拍张照片而已嘛 结果一张都没拍不着 只拍得着兔子洞 只要我这相机 那个镜头拍一挪 这兔子蹭就没了 你知道吗 他可能觉得我这是枪了 然后呢说到打猎就是为啥 因为他不是成千伤万只兔子吗 现在就是说如果打猎的话 他啪一打你可能能打到一两只吗 但是他们就集体 就跑到邻居家的那个地里去了 也就是说你这次你打两三只 然后其他的 他们不是在你家 就是在去邻居家的路上 就是特别难打 像我突然就了解了 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 就叫归兔赛跑 然后还有一句说 跑